報告 這個演講主要是要講的這個新的GOLAM 我主要是這個演講上面這個文章是有放在網上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去上文的這個文章的連結 或者直接點這個連結也可以直接進到文章上去進入觀看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我的題目 那我主要的話我是NodeJS跟Golan的這個後檔組織 那NodeJS在這個經驗上面可能比較豐富一點 Golan的話就是可能跟大家也是比較粗碳 那我主要我從事的一個職位比較算是一個非對任性跟對戰性的加密 或者是橢圓曲線這種區塊的一些加密技術 然後我對這個Docker的技術跟CAPAIS這種東西是蠻長大的興趣這樣子 好第一次演講 好等大家多多包含 那在JavaScript它本身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動態的弱形別的語言 那Golan的話它是一個靜態的一個強形別語言 那我當初我在學習Golan的時候 我是想說JavaScript它本身它可以這樣子 它的物件它可以這樣亂塞東西 這麼方便 那Golan它又不能亂塞 那他們的這個屬性是那麼的不一樣 那我也不會非常難以學習 可是我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其實發現說 其實Golan它有很多很多的實作的一個精神 不是他們設計的一個思維 其實跟JavaScript是有點相像 所以說我在學習Golan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覺得Golan是一個完全的一個新的一個語言 就是說我覺得Golan它在很多方面 它有這個JavaScript的簡單性跟應用性 可是它也解決了JavaScript很多很多的滴雷 所以說我希望這個 這個簡報可以讓 用JavaScript的例子 然後讓大家了解到說 為什麼 有了 好 來這邊先幫我方便 謝謝你 那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JavaScript的地雷的例子 就是說我實際上我生活中碰到的 然後後來左轉看一下Golan說 它怎麼會這樣子解決 可是它為什麼用 可是它為什麼用 喂喂喂 那 欸是不是太小聲了 還可以 喂喂喂 好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像我一樣 從JavaScript到Golan 因為掌握了它的這個設計的它的概念為和 可以學習得更加順暢 主要的目標是這個 好那講這個JavaScript它的一個地雷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說你要先講一下JavaScript它的設計裡面 那JavaScript本身它是這個Brander Brander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個時候它在它的公司所製造出的一個交配語言 那JavaScript本身它是一個OOP的語言 跟Functional programming 就是所謂的FP 所混合的一個hybrid的一個language 那它的目標呢 就是它希望它要簡單 然後易用 然後它要彈性 這樣子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需求呢 那是因為 那個時候 網頁的時候 是一個只能流淡的一個時代 所以說 如果你要在網頁的表單上面 你要做一些check 基本上不是不可能的 比如說你那個網頁的表單上面是email 然後你要對這個email進行檢查 其實你完全沒有辦法前段上面進行檢查 你只能按下submit 然後送到後端之後 從後端的世界這樣run一圈回來之後 跟你說 你要輸的那一二三四根本就不是email 人家輸入什麼東西 會變成這樣很狀況 那那個時候 黃景他就希望說 就是Brander他的公司就說 希望可以讓前端的網頁 可以稍微跑一些程式碼在上面 那Brander因為他本身 他對FP的語言其實是比較熟悉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的需求很簡單 那我就直接用FP這種function 然後programming的方式 直接用一幾函式 就是fust the class的這個方式 來設計JavaScreen 那我就可以把這些function 直接傳送到不同的一個element 就是網頁上面的DOM 然後直接它進行降Header 來處理就好 他認為說他不需要在 為了傳遞這些邏輯 他不需要把這些邏輯 再把它包裝成upject 因為包裝成upject的話 其實code會變得比較繁瑣 如果你的程式碼是非常非常單純的 你的需求可能是很短的 那其實你只要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做法 可以直接達到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在一個input上面 我們要在input element上面 然後你要加一個input 就是我們按下input的時候 我們要有handler 這個handler的話就是會去alert 就是會去秀出它輸入的東西 如果你使用skin的這個語法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function 傳遞它的這個邏輯 到這個DOM後面 它就可以直接把這個handler 跟它的DOM進行一個綁定 那這樣很短對不對 那可是在Java那個很恐的那個年代 王景又希望說 我就是要推Java's Creek 我取這個名字 就是房居的回規 根本就沒有人聽過 我這樣子根本就推不起來 所以他希望說 Java's Creek要燒一點Java 可是Brander他又覺得說 Java的class如果我要 我的需求就這麼簡單 我要把它夾到我的網頁上面 會不會搞得很複雜這樣子 那為什麼他會覺得很複雜 然後這邊可以舉一下Android Android上面 他可能他要在他的button上面 加一個invent listen 他就要要使這個介面 或者是說他要 他要以一個class來進行一個實作 那實作上面的話 他就要把這些東西 繼承下來 然後繼承下來之後 然後在這個alignment上面 去夾上說 他按下去說要做哪些處理 那你可以看到剛剛的 剛剛例子其實很簡單 就是按下一個input的時候 所以他要顯示一個有的 可是如果用這種很傳統的Java 這個class的這個方式 他就會變得非常的融場 所以Brendan就想說 好吧 那你要有點object的概念在裡面 可是 我又不太喜歡Java 那麼濃的一種寫法的話 那我就使用cell這本語言 cell的cell本身就是沒有class 然後他本身就是使用 JavaSquiz的這個object 就是圓形的這種方式 所以說JavaSquiz才會有現在 很獨特的一個特性 就是他的圓形電 那這個圓形電的方式就是說 我裡面沒有class 那我這邊的話 我要怎麼去用出一個新的up-general 那就是新的物件 是有原本的那個物件 複製出來 比如說你有A的原本的物件 然後你要做出一個新的物件 你要把它複製出一個B的物件 當B的物件的這些messer 他這些messer沒有進行修改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再複製到A的物件的這些messer上面 所以說他可以很簡單的就是 再多做出一個up-general 那再來的話 他並不受到class的規範 就是說你的屬性是可以隨意擴充的 如果大家如果對Java有稍微觸碰過的話 個人的話也是稍微一點點觸碰過的話 就會發現說 其實op的概念主要是想要規範很多東西 讓很多東西不要讓程式碼在太靈活的彈性中 隨意的暴走 就是說可以亂塞東西這樣進去 可是JavaScript當初他不想要有class的概念在裡面 就是說他希望可以隨意擴充屬性 就是他希望可以更加彈性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不錯的這些概念 那可是後來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有點太彈性了 這有點太彈性了 真的我真的是都快要搞不清楚 這個up-get到底是變成什麼樣貌 鬼怪我都是已經無法理解 所以這個up-get 如果Node.js後端是 如果有些人貴公司的後端是從Node.js來寫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up-get其實你會 猜不透這up-get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在我所奉獲的一些專案裡面 我有看到類似這樣的口 然後我就是confusing 你知道嗎 就是說這個request被這個A處理過 然後得到一個新的result 然後他又一直這樣子 一直修改這個result 一直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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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我同事問我說 這個tojson為什麼後來爆炸 然後我只能跟他說 我run一下我看一下call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能這樣子去跟他講 因為這個result裡面 他本身是個up-get 他這個up-get他可能在e-function裡面 有某一行的call 他改了這個tojson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並不是說動態增結屬性 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好的 事實上就是假的 貴團隊他本身他 對於整體的coding style 或者是整體的這個邏輯分層的話 是很清楚的話 動態性的屬性 再配合unites 我個人是認為其實可以很快的 加快這個開發的速度 可是當你的call是非常雜亂的時候 其實動態增結屬性是有害的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這個up-get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 好 那再來除了動態增結屬性的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這個 在這個res.json的話 這個主要是express.js code 那我們有寫過express.js的話 就會大致上會理解說 這邊的話其實應該要吃的是一個up-get 就是json這樣的一個檔案 這樣的variable 那 以 這邊來說的話 有時候你會int進去 或者是你會stream進去 他一樣可以為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你呼叫API的端的人 就會看到非常奇怪的一些現象 就是說你明明打的是一個 Json的一個response要回來 結果他就回你一個stream 那就是 他回的東西根本跟你想像的根本就是不一樣 所以說如果你的call是非常雜亂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規範出這個 res.json 他本身就是input到吃up-get 然後我up-put的話 我這邊就是沒有up-put 因為這個res.json 絕對是沒有up-put的 那如果你是沒有辦法規範的 然後call又是很亂的 你這樣的特性實際上會讓整個團隊是會很難過的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function的call 是進去什麼出來什麼都不知道 當然你可以說我可以用Jstack 我可以用Jstack 用comment的方式去說明說 他應該要input什麼up-put什麼 可是實際上Jstack本身是comment 所以說他並沒有辦法做精態檢查 你整體的程式嘛 沒有辦法透過這個comment 來做一定的強制力的一個檢查 他不會主動通知你啊 所以說我們就要想一個方法去規範這個 過於彈性的這個call 那我這邊的話 再舉一個jama screen 他很彈性的call的一個問題 就比如說 這邊呢 有一個call API的一個function 那他本身他會丟一個caller這個up-put進來 那這個caller的up-put進來之後 他有get的一個master 所以說這個caller本身是長這個樣子 那他本身他有自己的一個屬性 就是他的header 然後他會最後他的get 這邊就模擬一下 模擬這個response的這個效果 就是console.log 我把這個URL 編印出來然後寫withheader 那這個header的話 他本身就是為了簡單這個例子 所以就單純就是一個直傳 所以在這邊 call API的呼叫出來之後 就打出vgqs withheader 就這樣很簡單的一個function 那當你的程式碼 邏輯一複雜起來的時候 就可能會出現 既然我同事竟然把我的get的這個mesure 把它改成define 把這個header改成123 這個例子可能會有點簡單出口 可是當你的controller的這個邏輯 就是你nvc 你controller的這個邏輯非常龐大的時候 其實在眾多recursive 或者是一些forward圈的一些路線下面 真的是有可能會不小心走出路線 然後導致不小心修改了裡面的屬性 這個時候 你這個functioncall下去之後 你就是會爆炸 全部地方都會爆炸 而且你在brown下去之後 你是不會知道到底是為什麼爆炸 那如果換作是golland的話 它會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其實golland的call 好像沒有變得太多 好像跟剛剛講話說 好像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沒有call的 那call的話就是一樣 把這個ucle丟進來 那可是 它 使用了一些方法來規範說 我們這些ubject可能要長什麼樣子 雖然 在golland裡面 它並不是ubject 它是一個struck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從javascript 然後你要純javascript人員 然後你要到golland的話 你可以把struck想成說一個ubject 然後它規範好說 它裡面到底有哪一些屬性 所以說這個call本身有什麼屬性呢 就是有這個head的屬性 並且這個屬性是屬性 你不要等一下給我把他改成123 因為程式碼裡面根本就是不允許這樣改 那再來的話 golland在這個新增這個function的方式 它跟javascript有點不一樣 javascript直接在ubject裡面說 我還有什麼function 那golland的話是使用這個 這個叫做receiver function 就是說它可以說這個function 本身它要去set到某一個struck上面 所以說就可以達到剛剛的javascript 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會有這兩種方式 來限制說這個color的get 它裡面的input必須要stream 然後它這樣子限制出來的東西 又沒有辦法導致這個get又沒有辦法 在run type的時候去進行一個修改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就不會在程式碼中 從大家同時可能隨意修修 不好心把裡面的一些屬性進行一個修改 所以說golland主要是 所以說golland的struck 其實就是很像被規範成員的javascript 我覺得如果你是新進 從javascript到達這個golland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你沒有經過什麼c啊 你沒有經過什麼java 你沒有經過什麼正規的訓練 我覺得這樣理解會是比較簡單的 那struck中的function 可以用golland的這個receiver function 然後來將它set在這個struck上面 並且它沒有辦法動態修改 就是沒有辦法做 剛剛javascript那個很異形的招數 就是把get的修改成undified 你並沒有辦法把這個function幹掉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已經有辦法去讓我們 讓我們的struck 不被這樣子亂修改的話 那我們現在可能會需要一些多型的 一些概念在裡面 如果你是純javascript的開發者 就有點像我的話 那你可能會很少聽到 這個多型的這個詞 因為javascript 它根本就沒有心態 它根本就沒有心態 所以說 那個 你根本不需要透過多型的方式 來讓某一個function裡面接收的object 可以是不同的object 所以說以剛剛的那個code API來講 所以說以剛剛的那個code API來講 現在的話 假設這個caller 它沒有這個get的 method的話 理論上 它在跑這個code API的話 應該會掛點 它在跑起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get 它一定會爆炸 可是 我們在javascript 它不會有這個靜態檢查 所以說你的caller 你的caller本身有get 這個有get的話 這個是ok 可是caller B沒有 沒有caller c沒有 沒關係 這一段code的話 你在跑之前都不會爆炸 所以你沒有run time 基本上就是沒有傷害 那callln呢 你剛剛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已經用這個struct的方式 去限制住了這個code API 然後它丟進去的這個argument 可是這個時候假設說 我們有一個caller B 這個struct 或者c的這個struct 這個struct它本身 它也有這個get method 那難道我為了說 我要再去把這個code B 要再去code API的話 我必須要再去寫一個 寫一個 寫一個struct是code B的這個code API嗎 這樣是不是有點龍 就是你的code就沒有辦法reuse 那所以說golan的話 它就提出了一個 叫做interface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它把struct裡面 你所共同擁有的一個function 你可以把它定義到這個interface 只要你傳入 function的這個struct 它本身它有這個function 並且它符合這個interface裡面 所描述的一個規範 它就可以work 我講得有點抽象 我覺得我們可以看一下code 就是說 這個code跟剛剛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就是說我多了一個B的一個cola 那B的cola其實裡面的做法 是跟Acola其實是長差不多的 那這個Bcola裡面它有一樣get的那個function 那這個get的function 本身它的acumen一樣是stream 那這個cola的話 本身它的這個acumen也是stream 你會發現它們的這個get 其實 它們這個input跟output 有介面的就是一模模一樣 那這時候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function 抽象出來 我們可以把他們共同的這個function 把它抓出來說 好 我就定義一個interface 然後這個interface 就是說這個介面 反正你丟進去的struct 就是要有一個get的master 你的argument就是要是一個stream 然後你沒有return值 好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interface 直接套用到這個codeAPI上面 那這時候codeAPI已經被套用了 那cola的這個struck 跟colaB的這個struck 丟進去就沒有問題了 它就不會再說出說 你丟進去的名字 不是cola的這個struck 為什麼你可以丟colaB 因為不是 它已經是透過行為 它透過interface 來描述是否有這個行為 然後來讓這個 擁有get的不同的struck 可以丟到這個function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說 gold name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oo 其實它跟大家傳統 常見的可能會不太一樣 就是說它可能跟這個java的oo 或者是說就是有class體系的這些oo 它其實會蠻不一樣的 因為你會發現說 我剛剛我這樣做的多型 這明明是那個op裡面三大概念之一 為什麼我根本就連class都沒有看到 那實際上就是因為gold name它的java screen 一樣都在追求這個簡單的 應用還有彈性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因為gold name它本身是在這個 microservice的這個時代 希望可以很簡單的 新增一個microservice 設計出來的這個語言 那它追求這個簡單的應用跟彈性 它認為說 它如果加入class來說的話 它的程式法可能沒有辦法 非常簡單的就可以完成 就像剛剛Android code 我明明就只是定義一個情境 我要定義的非常負擔 但是但是我必須講一下 class其實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東西 我沒有辦法引戰 對可是在這種很簡單 應用彈性的情境下 gold name的官網也是認為說 這個class可能不一定符合 他們想要應用的情境 並且gold name它已經擁有 這個first class 就是說它可以把這個邏輯 用function的來傳遞的一個特性 你不需要再把它爆上uproject 這種東西都不需要再進行一個 uproject的一個方法 但這時候 剛剛講的有點籠統 就是說為什麼gold name 它不想要class 因為不要class可以比較簡單 這樣好像聽不太懂 到底為什麼 那這邊就可以來解釋一下 gold name算是op嗎 就是說它算是這種無限導向 官網它的回答是yes and no 就是說它覺得它有這個多型 它有這個op的概念在裡面 可是它用的方式又跟這種經典op的這種方式 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官網是用這個多種 是用它的行為來判斷說 這個struck是不是符合 符合這種多型的這個現象 而它不是用這種class的這種方式 一階層的方式 就是以這個子類 是不是屬於我這個腹類 來判斷這種多型的這種做法 所以以Java來解釋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兩個interface 一個interface是colon 那這個一個interface是othercolon 那他們其實term裡的東西都很一樣 就是一個是col 然後另外一個是col 然後兩個都沒有return東西 然後兩個argument也都沒帶 好 那這時候我有個a跟bcolon 都是用這個colon來進行一個implant 就是實作裡面的內容 就是實作裡面的內容 那你會發現說他們做的事情差不多 這時候我再用一個ccolon 它是implant othercolon 會有這樣的一個內容 就是以剛剛colon的概念來說 你會覺得是說 如果我有個do request的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它本身 它是有說明說它要丟這個interface 它的介面都一樣啊 那我應該不會爆炸 那可是你在Java在run起來之前 這個do request在c的這邊會爆炸 因為它算行為相同 可是它的介面不同 它的介面不同 所以這個時候 Java它就會要想一些方法 它就要想一些方法 來讓他們比如說 這個 它就要想一些方法 讓這樣的事情有辦法達成 所以說 所謂的利用階層來判斷多型 主要就是說 如果這個c的colon 也是從這個colon的這個interface 去implement出來 它是屬於這個interface的這個子類的話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再被丟到這個do request 可是它不是用行為來判斷 那再來的話 Uncle Bob 他在clean architecture這本書裡面 他有認為說 OOP裡面的封裝繼承多寫 他認為其實多寫 才是OOP這個概念 被實際上很常拿出來的說 之後 它認為最具代表性實戰的效果 其實它認為封裝啊 其實它不限定OOP就可以做到 然後 它在書中 它會只用c的例子 來做到封裝跟繼承 所以說 它個人是認為說 其實多型才是說 你很多物件導向裡面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是這個大聲講的 然後我是 因為它大聲 所以我參考它 所以 好 那再來的話 它在書中有提到說 Java這個class 它雖然可以實現上述三種特性 所以是很方便 可是 這種class很嚴謹的揮範 其實 你會讓這些功能 會很難 有些功能會有點 會有點隆 就是說 比如說 剛剛Java的這個例子 你明明就行為一樣 可是 我就是不能丟到這個 Do Request的一樣 因為我界面不一樣 對 所以說 我個人認為說 Golain它將這個多型 視為OOP的一個重點考量之一 可是 對於封裝的繼承 它不局限於 它一定要用這個class 來進行一個製作 是 那 前半段的話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 後半段的話 我想要講解的是 clean architecture的部分 但是 由於時間上的問題 可能就沒有辦法講得到太仔細 但是 這邊的話 可能快速的瀏覽過去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我的文章上 因為我的文章上 有把clean architecture的這個 這個 依賴注入 怎麼注的 我也把它寫得 我個人認為 可能是蠻清楚的 這樣子 那 多型的下一步 就是這個 控制反轉的概念 在整個 Node Server裡面 在整個後端的 Server裡面 那 它主要的概念就是說 它把整個系統 每一層的interface都把它定義出來 然後 將每一層 以此interface 產生這個實力之後 然後你把它注到下一層 那系統就不會再被低層 系統綁架 然後 你這 這段code 基本上看起來危機的是差不多 就是說 你完全看不懂 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如果說 以Cover Screen 的RD 可能會有這種感覺 那 我覺得可以以剛剛的例子 來進行一個舉例 就是 我們這邊有個 get handler 那它就是說 你將get handler interface 定義出來 然後並將 每一個caller 以此interface 去注入 這個caller API 這其實有點像我們的controller 然後 如果 因為你是從外側注入 並且你有interface 去規範說 你要注入什麼東西 所以你的系統上面 你就不會把這個 你就不會把這個caller 直接寫死在系統底子 你都是從外部注入的 好 所以說 我們只是習慣說 把這個 把剛剛那個詞 換成層而已 好 因為後來 好 那 在我以前還沒有 分隔好介面 就是我 如果是全JROS QRID的一個使用者的時候 然後大家的後團 全部都是NodeJS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 大家全部都把這個Dynamo DynamoDB的code 寫死在那個 程式碼裡面 然後 有一天DynamoDB說 它要更新了 然後 我們整個團隊就 就加班 就這樣子 就說 我們只能 好好把裡面的code 全部都 好好把它reflect掉 就直接感到啼笑 這樣子 好 那 Clean Arctation 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是使用這個 BXcode的Clean Arctation 它本身的話 已經經過很多方的驗證 它在Golan上面 算是還蠻清澈的Clean Arctation 那因為現在只剩下 大約四分鐘 所以我就高速的 瀏覽一下 這邊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 用NVC 來了解它的概念 就是說 以前我們Model層 可能都是放這些DB的概念 可是在Micro Service的世界中 其實 就是 我到底在Micro Service 知道放在哪一層 你可以把它放在Repast這一層 所以它 把 一切 凡是外部進來的東西 你都把它放在這個 Repast這一層 那再來的話 原本我們的Controller層的話 如果是從 Express的話 大家可能 要怎麼分Controller層 都會覺得很困惑 然後它這邊就跟你說 算了 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我就是分兩層 一層是Use Cast層 一層是Delete層 Delete層就是說 要怎麼把Controller的邏輯 提交到不同的Server的框架上面 它這個有個好處 就是說 當我現在我是GRPC 這也是一個Protocol 或者是我是Restful 我要換成WeberSaki的時候 我只需要把我Delete層做修改就好 我的Use Cast層 我原本的業務邏輯 並不會進行修改 我只是說 這邊的 這邊業務邏輯 要遞交給這個Delete層的時候 它要做一些轉換 就只要修改這邊就好 那這樣的話就是 View程變得很彈性 你可以換一大的不同框架 比如說你WeberSaki 它換成Restful 再換成GRPC 這樣都是 沒有很大的一個侵入性的 所以我實際上 我實際有一次 從Restful把它改成WeberSaki的時候 那時候我整個就 哇 我怎麼很久以前都不知道有這個做法 那不然我改Cover 改到Key一下 因為我每個Restful的這個 丟進你的Argument 都直接綁定在這個 Controller裡面的邏輯裡面 好 那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最後一層 就是說 依賴反轉最大的概念就是說 你所有的這個程式上面的依賴 應該到依賴於那個Interface 就有點像剛剛的那個例子一樣 我們那個Color它依賴的是那個 getColor的那個Interface 它不是依賴於那個Struct 對不對 剛剛的那個例子實際上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需要一個叫做Domain層 這個Domain層主要可以 這三層做一個限制這樣子 這三層的Interface 都會透過這方式去進行處理 那因為快要結束了 我這邊高速的略過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Domain層的話 是規範一切的 導大哥 那你會看到這邊 它把這個Repository的Interface 規範出來 然後把這個 UserCase層的Interface 規範出來 那再來的話 Repository層就是說 所有外部資料都由我來管 所以說你必須要從外部 去說明說 這個Repository 本身要回傳這樣的一個Interface 那內部的實作呢 內部實作我根本不管你 如果你有天要Postgrade 換成MySQL 我根本不管你 因為換面的人 根本不會知道你內部實作是什麼 我完全依賴於你這個Interface UserCase層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它完全就是依賴這個Domain 它本身它到底要回傳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那內部你要怎麼去 篡結邏輯 篡結邏輯 不管你 那Deliver層就是說 我要把這些所有好東西 一個一個注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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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啟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就是 你會把 我們是以GoLandGin的這個方式 所以就是把這GoLandGin的這個引擎 然後從外部丟進來之後 然後再說明說它要怎麼注入下去 那最後的話就是用這個ManGo 然後把我們這些DB外部東西 進行一個實力化 實力化之後再紛紛丟入這個Repository層 然後Repository層 再丟到UserCase層 UserCase層 再丟到Delive層 然後再丟到這個 我們整體Service上面的毛架 它就一直注一直注一直注下去 好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很想要去瞭解 可因Architecture的一個架構的話 那可以再去爽搖這個文章面前 好 謝謝大家